日本防卫项声称为了应对中国的海洋军事活动要扩大监控范围到太平洋 而日本自己却在大力发展潜艇部队 也一直在积极打造针对中国潜艇的立体反潜网 此外日本也有意拉拢他国共同构筑对华反潜包围圈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解放军的潜艇发展与反潜作战能力如何就备受关注 本周三到周五 海军东海舰队在南海某海域进行了舰潜机空中水面和水下立体反潜联合演练 演习模拟一艘第一潜艇在我某海域活动 指挥舰长春舰命令054A级长洲舰马鞍山舰的反潜直升机前出搜索攻击 反潜直升机具有灵活机动的特点 并可搭载调放声纳声纳扶标等多种设备 潜艇一旦被直升机盯住就很难逃脱 在抵达目标海域后 两架反潜直升机组成搜索队形交叉搜索 投放调放声纳 仔细寻找敌潜艇声音信号 经数据解算 敌潜艇航向航速深度等信息一览无余 接到攻击命令 直升机向潜艇方向发射鱼雷命中目标 接着 敌方一艘水面舰艇进入我潜艇伏击区 我潜艇迅速展开战斗部署 搜寻敌潜艇踪迹 发现目标后 一枚鱼雷发射出管 随即扮演敌潜艇的1700吨级把船 在五分钟内便沉入海底 在演习的另一片海域 一艘敌潜艇在我编队附近海域活动 长洲舰奉命前出搜索攻击 长洲舰迅速建立搜索区 以战斗航线对可疑海区搜索 在空中 舰在直升机低空回旋飞行 居高临下在更大范围内搜索 长洲舰综合各类情报信息 在发现可疑目标后 向直升机发出指令 直升机立即调整航向 飞向目标海域 并在各个关键点 投放调放声纳进行搜索 直升机在发现目标后 一组组目标参数 及时发送到长洲舰 长洲舰很快锁定目标 实施雨雷攻击 此时直升机也飞临目标上空 投掷深水炸弹 确保对敌潜艇的打击效果 054A这个护卫舰 是目前解放军海军 非常倚重的一个护卫舰 特别包括反潜 反舰和防空 它有比较均衡的作战能力 它过去以来 在雅丁湾执行任务 它的表现也非常良好 东海舰队副司令员顾翔斌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这次进行的前舰机联合反潜训练 有效发挥了水面舰艇 在续航力 武器平台 以及直升机在搜索范围 搜索能力等方面的优势 构筑起一道反潜天网 通过空中水面水下反潜兵力 有机融合 可探索出反潜性能优势互补的 途径和方法 寻求搜反潜能力和效率的提高 那我想其实中国在舰载反潜直升机 这个部分 其实长期来都是解放军海军 一个很大的短板 它本身的载重能力 和整个重量 和它的飞机本身的体积 过小 使得它无法装备 比较机密的反潜装备 以及反潜武器 使得它在碎形舰载反潜任务上 它有很高的这个局限性